我們繼續講到如何建立人的靈命第四課 很歡喜和大家一起 我們能夠從聖經裡面得著動力、得著能力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那麼我們的經文就是 我們就講到從聖靈而來的能力 《勞家呼音》二十一章十五節,好,請我們最先的姐妹讀 《勞家呼音》二十一章十五節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的所敵不住、博不倒的》 《勞家呼音》十二章十二節 《因為正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初的話》 《使徒行轉一章八節》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傳地》 《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 《在我的見證》 OK,好,謝謝你 這三個經文都講到我們可以從聖靈得到帶領和能力 在幫助人在事奉上 幫助人的靈命在事奉上 我首先講一些我自己本人經歷聖靈的充滿之後 對於我自奉的影響 真是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在我未曾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我都是很努力的 我都帶了很多人信耶穌的 不過我發覺提升他們的靈命是很難的 而且我發覺能夠強烈的激勵人是很難的 並且能夠幫人實際應用聖經的真理 即是怎樣處理情緒 怎樣處理人際的問題 怎樣處理罪 我是找不到這些竅門 怎樣的方法 很多人都覺得軟弱 或者怎樣從神得力 好像比較難幫助他們 這是我在未曾經歷聖靈充滿之前發生的事 但是當我經歷聖靈充滿 當我一去到安卡羅的聚會 然後當安卡羅為我按手祈禱的時候 即時是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愛進入我裡面 我立刻很感動 哭了很久 那我立刻說 哇,原來神是這麼真實的 神是這麼真實來到我們身上 還有神的愛是可以經歷這麼強烈的 那我就回去教會 就分享給那些人聽 帶了一群弟兄姊妹 因為她是連續幾天的 我就帶了他們去參加聚會 那他們去到都很 即是立刻很火熱、很激勵 那我自己也是很火熱、很激勵 而我們剛剛就是有幾天的一個客令營 那這個客令營呢 我們每個人呢 即是他們安排了 就是每個人可以呢 即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 然後就分給其他人 那誰抽到他的名字呢 就可以約他和他聊天 即是每個人都可以約幾個人和他聊天 那我因為是牧師 所以特別收到多些 而當我為那些人祈禱的時候 即是和他們聊天 然後祈禱 那我就試一下 用在我看到這個報道家所用 那原因為什麼我會用呢 就是按手祈禱 因為其實在聚會之後 立刻有人說 叫我和他趕邪靈 他說呢 他一進到聚會 立刻覺得很不舒服 那出來呢 他就覺得很... 就是鬆了 所以呢 他知道是裡面有邪靈的 因為他家裡有很多偶像 那我又說 為什麼你不上去接受別人和你祈禱呢 那他說我怕 因為他很怕 在人面前會發生什麼事 他就沒有上去 那好吧 聚會完了 他才找我和我講 叫我和他按手祈禱 趕邪 那我是從來沒有做過的 那當時有一個姊妹呢 也都在聚會接受過釋放祈禱的 那他就告訴我他們怎麼做 那我就跟著去做 那然後呢 就... 這個... 就是說想我趕邪靈的人呢 就覺得有些東西 在手指、腳指那裡走出來 在身體那裡 透過手指、腳指走出來 那他就覺得... 釋放了 那... 然後呢 我就參加那個客令營 那我就... 就是跟那些人聊天 還有就... 說我和你按手祈禱好不好 那按手祈禱的時候呢 那個... 真的我想都想不到 他們那個改變 就是他們... 經歷很... 很感動 哭了很久 很... 就是... 為他們的罪啊 悔改啊 還有... 很感激神啊 或者他的憂傷痛苦啊 走出來啊 那樣... 就是...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的 是... 即時那幾個人呢 他靈命是很大更新的 即時在教會裡面呢 是很多個人 我跟他祈禱 他跟神的關係加強很多 那樣... 變成後來就興起了 整十個... 宣教士 和傳導人 和有一個牧師的 就是... 我... 是... 以前從來未曾試過 這樣... 這麼... 這麼... 大的改變 那也都另一件事不同呢 就是... 我幫人的靈命呢 就很不同了 就是... 在... 即是... 一個過程中 神呢... 逐漸教導我 如何興起人的靈命呢 還有呢 為人祈禱的時候 他經歷到聖靈 那我就說... 神的... 這麼真實在你身上 你將來都可以為人祈禱 你都可以帶著能力的 那... 那... 有些人就很願意 那... 就是... 他們的靈命... 被更新 還有我就... 那... 整個人呢 是... 火熱了 興奮了 開心了 整個不同了 那... 這個改變呢 其實是... 是... 在這十年的改變 更加大的 在當時來說 都是... 都是很明顯的改變 我還記得... 那時候呢 因為我有一個同工 他呢 就... 很多時候做一件事 他在那個社區 我們那時候在天水圍的那裡 他就... 經常都見到認識了一些人 然後呢 他就說... 那個人呢 有些什麼煩惱 有些什麼問題 有些邪靈 睡覺睡不到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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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 探望他們 或者他們來教堂 跟他祈禱 跟著呢 他就... 就... 經歷了聖靈的幫助 他就信了耶穌 就... 就... 經歷了很大 有...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 其實有兩個情況 是非常之特別的 一個特別的情況 就是有一個... OK...好 那...我繼續說 那... 有一個教友 他是... 空中小姐來的 他呢 在...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我婆婆呢 就... 有病了 現在很老啊 你去為他... 祈禱啊 那... 我就去他家 為他祈禱 那... 當我... 按門鐘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 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有... 本來有... 就是有神主委的 有神燈 兩盞 那些燈 當我一按門鐘的時候 是兩盞燈 同時燒了 但是... 他們... 很多年都是... 用著這個... 神主委的 都是有這個燈的 但是呢 是當我一按門鐘的時候 那兩盞燈 立刻就燒了 那麼... 那個婆婆呢 就很... 就是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會... 這樣的呢 還有祈禱呢 是經歷很大的能力 那所以呢 她是信了耶穌的 還有... 她... 這個... 這個... 那另外一個家庭呢 很特別呢 就是... 又是另一個教友 那她呢 就... 就... 她... 因為... 她媽媽 就是... 很有... 就是很嚴重的病 那於是呢 就叫我去為她祈禱 那我去為她祈禱 的時候呢 那... 我就問她 你祈禱的時候 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經歷 她就說很舒服 那我說你信不信耶穌啊 耶穌這麼真 她說我不信 因為我拜了偶像 拜了觀音幾十年 我不會信耶穌的 那... 就... 但是呢 我又繼續去喔 那... 還有她家裡很多個兄弟姐妹的 就是... 個個都是大人來的了 那我就... 個個為她祈禱 她個個都經歷聖靈 我個個都帶她去信耶穌 那... 就不是只帶一個人 全家都帶了 那... 然後呢 後來... 就是那個... 她媽呢 就沒有... 就... 沒有信耶穌 我就有很多事情去做 那我就沒有去她家裡探望她了 過了整半年之後 忽然間有一天 她跟她的女兒說 為什麼今天葉穆斯沒有來呢 其實我已經沒有來半年 就是... 不會說為什麼葉穆斯沒有來 今天沒有來 是會說... 就是葉穆斯很久沒有來的 她不是喔 她直接好像... 為什麼今天沒有來呢 那... 那... 她的女兒立刻... 她的女兒問她 為什麼你要找葉穆斯呢 她說呢 葉穆斯跟我祈禱很舒服的 那... 於是呢 她的女兒立刻通知我 我立刻去啦 立刻去啦 跟她祈禱呢 她就... 她就說我... 我祈禱問她怎麼樣 她說很舒服 那... 我說你... 觀音和佛有沒有這樣幫你 她說沒有 她說... 那... 你信真那個人 就信假一個人 她說我信真那個人 立刻肯信耶穌 立刻肯受洗 立刻肯拆偶像 並且呢 第二天呢 她的女兒跟我說 她一直叫她的... 子孫啊 你們個個都要信耶穌 耶穌真的好好的 就是... 整個人完全改變 那... 她呢 就... 還有一晚呢 她就... 半夜呢 即是夜夜的時候 在家裡啦 那... 張開眼睛呢 就向著... 天花板看 由一邊看去另一邊 一邊看一邊笑 因為她... 她... 有四樣嚴重的病 其中就是神衰竭 因為她嚴重病 所以醫生就說 我們不跟你洗神啦 那... 那就... 她就... 即是... 她就... 整個大半年都沒有笑過 因為... 整個都... 很辛苦啊 但是... 那時候她在那裡笑啊 那... 在那裡笑 一直看著天花板 從一邊看去另一邊 她的女兒是覺得很開心 她說她從來沒有笑 就是... 那麼久都沒有笑過 但是她忽然間那一晚會笑 她覺得是非常好啊 還有醫生說呢... 神衰竭... 神衰竭... 她... 臨終呢... 是會... 很辛苦的... 但是... 她一直到臨終都是沒有辛苦的 那... 這個... 整個家庭有很多個信耶穌 就是... 這... 這兩個比較... 震撼的... 經歷啊... 那也有其他人呢... 就... 不同的問題... 去... 跟他們祈禱都是有很明顯的改變 那... 所以... 所以... 真的非常之不同 我們由一個崇拜變成兩個崇拜 就是... 很多青少年... 有一個青少年的崇拜 還有一個呢... 是... 普通的崇拜 那... 真是看到聖靈的能力很真實 那... 那...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一起看一下那些經文 就... 第一個經文就是路加二十一章十五節 因為我必自你們口才、自慰 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 那... 這個經文呢... 應用是在受迫伯當時的 但是... 如果受迫伯的時候 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它不是只是受迫伯才說話的嘛 它都會帶領我們 能夠說一些說話呢... 是... 人是敵擋不了的 是有自慰聰明的 那... 這個呢... 我真的覺得是很特別的 就是能夠... 例如說... 提升我自己的靈命 提升人的靈命 是... 聖靈能夠賜給我們這個能力 那... 雖然不代表人一定會相信的 但是呢... 是... 真是那個果效呢... 是... 和沒有聖靈充滿呢... 是... 很明顯的分別的 很明顯的分別的 就是神會教我們 怎樣更加有效地侍奉神 那... 這個就是說... 原來我們的動力 一方面就是聖經而來 一方面就是聖靈而來 聖靈是會賜給我們能力 能夠說一些說話出來呢... 是充滿智慧能力的 是能夠幫到人的靈命的 OK... 那... 那... 因為這個經文都是很明顯的 那... 所以我們就... 詳細去... 詩經啦... 那...然後下一句呢... 就是... 勞家十二章十二節 因為正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那...都是講到類似的說話 就是聖靈會教我們的 那...譬如我... 《興奮得性》裡面講到很多的教導 啊... 處理生命啊... 處理罪啊... 負面思想情緒 怎樣不被人影響啊... 怎樣有喜樂平安啊... 這些我真的... 就是以前我真的沒有這些的教導的 是神賜給我的 那...所以我... 我真的覺得呢... 聖靈是會教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的 那...中文聖經... 和合本翻譯做... 明白一切的真理 但是其實呢... 原文是信入 那...它那個... 它那裡都有寫著的... 那... 有... 細字寫著呢... 原文是信入 就是我們能夠... 不只是明白... 是... 活出這個真理啊... 信入這個真理裡面... 那... 那...這就是聖靈會賜給我們的... 那...另外呢... 就是... 一章八節了... 但是聖靈降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那...這裏呢... 就很清楚講到... 聖靈會做的其中一件事 其實呢... 聖靈有... 做... 不同的事情啦... 就是... 譬如在我們早上講到聖靈充滿 聖靈會賜給我們... 知識言語啊... 賜給我們... 寓言啊... 行... 義能... 醫病... 辨別諸靈... 說謊言... 翻謊言... 都是很多種不同的... 熟靈的恩賜啊... 而且是超自然的熟靈恩賜... 那... 就在... 馬克福音十六章裡就講到... 能夠奉耶穌的名趕鬼...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都是講到能力啊... 在這裏... 《一章八節》就講到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你就必得著能力... 能夠在耶路撒冷猶太傳地... 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作耶穌的見證... 就是神會給我們能力啊... 那... 而聖經呢... 是有... 一同地方呢... 講到保羅傳道... 他都講到他呢... 就不只是靠... 智慧委員的言語... 那是靠聖靈和他大能的命證... 他說呢... 我... 說的話... 講的道... 都是... 就是有聖靈的能力的... 我... 就是... 神呢... 藉著我... 視給我... 我的說話... 行動... 就是有神職歧視聚著的... 那這個就是... 在初期教會... 我們很明顯看到這些神職歧視... 和耶穌... 差遣門徒的時候... 都是有這些神職歧視的能力的... 而今天... 也都有的... 那... 我們... 之前有講過... 即是在早上... 那時候講到聖靈充滿... 就講到的時間... 因為馬可呼音... 十六章就講到... 你往... 普天下... 全呼音給萬民聽... 信而仇聖... 必然得救是... 全呼音給萬民聽的時候... 都會有信的人... 有神職取著... 那... 另外呢... 在...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講到... 熟靈的恩賜... 超自然的恩賜... 譬如說... 作先知... 行義能... 醫病... 以及... 辨別諸靈... 這些呢... 保羅是沒有講到會停止的... 在這裏... 《仕途人傳》一章八節... 也都是講到... 是... 這個聖靈的能力... 是會在... 我們傳呼音到地極的時候... 都會... 隨著我們的... 保羅的時候... 他雖然傳了很多地方... 但是他還沒有傳到地極... 他不是... 每個國家都去過... 但是... 現在來說... 真的... 差不多... 所有國家都曾經有宣教士去過的... 所以... 如果說去到地極... 根本是... 到處都有聽過福音的... 那... 這裏就講到就是說... 你會得著能力... 在耶路撒冷猶太... 傳地... 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見證... 那... 就是說... 這個能力... 不僅是在保羅的時候... 因為保羅的時候... 都未傳到地極... 就是說... 一直傳到地極的時候... 都會有聖靈的能力... 那... 所以... 我們是可以... 今天... 都有聖靈的能力... 當這個福音一直傳到地極的時候... 都可以有這個聖靈的能力... 所以... 我們一方面有神的話語... 另一方面我們有聖靈的能力... 陪伴我們去傳呼音的... 有神跡其事... 隨著... OK... 那... 這幾個經文其實都是頗... 清楚明白的... 那... 我就想問一下大家... 大家有沒有一些... 問題呀... 或者是... 怎樣... 可能怎樣應用那些呢... 我們遲些會講的... 不過... 大家都可以... 你想到的時候... 你可以去... 問... 我們可以討論... 這幾個經文所講的... 你覺得... 你... 是不是都... 可以得到這種能力呢... 你有沒有... 經歷過這種能力呢... 或者你在這方面的移民... 你現在可以... 信聞... 有人想講的... 牧師... 我想講的... 如果... 對一些... 就是... 聊得來的朋友呀... 或者... 主動找我... 聊... 心事的朋友呢... 其實呢... 我都感覺到... 就是... 聖靈呢... 怎樣教我講... 就是... 我也知道怎樣去到回應的... 那我都感覺到那個... 經文呢... 會知道... 找什麼經文告訴他呀... 怎樣回應他... 但是如果當我... 遇到一些... 就是... 有一些... 可能... 不信的... 但是他又... 會找你談心事的... 然後我就... 不太懂得... 怎樣跟他說... 露禍... 因為... 都怕破壞了關... 因為他是... 拜偶像... 嗯... 是的... 那我就... 卡住了... 這裡... 那... 但是... 心裡面... 都是很想他們... 信一個真神... 嗯... 但是... 就是... 不知道怎樣開口... 是的... 就是... 有些人... 他們是拜偶像的... 你就... 不懂得怎樣跟他說... 是嗎... 是的... 或者是... 很相信自己的那些... 那我不太懂得怎樣跟他說... 就是... 變成了... 我好像... 這個口才智慧... 好像... 我... 又... 感覺不到... 聖靈給我... 還是... 我自己不夠膽呢... 嗯... 這些呢... 都是要... 需要成長的... 就是... 其實... 沒有一個... 必然的... 答案... 或者很快的答案... 可以能夠... 所有的情況... 就是... 雖然聖靈會教導我們... 但是... 我們都需要學習... 但是... 神是會指教我們... 怎樣的方法... 的... 那... 我自己... 感受到的方法... 就是... 就是... 多些聆聽他... 關心他... 嗯... 由他... 他的需要開始... 那... 去... 就是說... 他需要的... 比如... 他... 心靈很憂傷... 那... 可以... 跟他查聖經... 以及... 跟他談... 怎樣呢... 神是可以幫到... 我們的情緒呀... 人際關係呀... 那... 這些... 由這些來開始啦... 如果... 如果... 這個人是... 我們可以跟他聊天的... 就是... 他願意跟我們聊天的... 那... 可以... 根據他的需要... 回應他的需要... 亦都用聖經去跟他查經...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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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查經不是一定要查很長的經文的... 可以是... 譬如... 他憂傷... 那... 我們呢... 就去... 用... 以賽斯羅的一章... 一到三節那裡講到... 他呢... 醫好傷心的人... 啊... 安慰一切... 悲哀的人... 那... 你想不想得到安慰... 得到醫治呢... 那... 那... 另外耶穌就說... 勞苦丹... 重丹的人... 可以到我... 借你良... 我就使你們得安慰... 你想不想他心靈裡面有... 平靜呢... 那... 那... 我們查經文的... 我們就... 也都可以從我們的經歷... 或者有些人... 怎樣經歷到神的幫助... 來跟他分享... 那... 那... 這個是... 可以... 你... 嘗試一下... 回應他... 是... 嗯... 在開始的時候... 就不要去... 跟他說他的宗教先... 只是說... 耶穌是真是很關心人... 他真是... 有能力幫助人... 得安慰得醫治的... 我... 一開始... 不會這樣... 講... 宗教的... 一開始都是... 關心他先... 那... 只是停留在關心... 以及為他祈禱... 就是... 關心... 得救呢... 那...我覺得... 嘗試為他祝福啦... 那... 他是OK的... 就... 只是停留在這裡... 嗯... 那... 如果... 去到這個位呢... 就可以... 其實跟他查經... 福音性查經... 那... 我們在... 我們... 星期日下午... 那個... 時逢操練課程... 呢... 我都準備... 就是... 現在講完那個聆聽回應人之後... 呢... 我就會開始講... 福音性查經... 即是不同的經文... 可以怎樣用來傳福音... 有時候不一定要很長的... 就是查一些經節... 然後... 跟他一起看... 讓他認識神... 是一個... 怎樣... 安慰人... 醫治人的神... 嗯... 好啊... 如果他願意的話... 如果他願意的話... OK... 好... 還有某人... 有問題想... 問... 或者是... 分享... 在聖靈裡面... 怎樣幫到你的事奉... 提升人的生命... 我想分享... 少少... 微笑這個... 如果... 譬如說... 你跟他聊天... 關心他... 然後你都可以... 你那裡的線路很弱啊... 一邊... 不是... 不是... 求曼神... 喂... 可以不可以... 現在... 這一陣子OK... 現在...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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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問主耶穌 問如何講經文能夠安慰 讓他的心能夠闖開 接受主耶穌 或者是神的話能夠安慰鼓勵 但是神每次都會給我的 是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我想和分享補充一點點 神給你一些經文 是啊 安慰那個對方 對方都很開心的 因為他好像點我了 他都很開心 他的心開了 好像對我印象很好 是啊 我覺得每次這樣的方法 真的很好 OK 非常好 聖靈指教你怎樣用經文 去跟他查聖經 或者聖經跟他說 非常好的 是啊 OK 其實我們可以有時問一些人的 如果跟他有些聯繫 你想我和你一起查一些聖經 讓你知道這個神是怎樣的神 他可以幫到你的好不好呢 讓你認識一下這個神的真實 和他真的幫到你的 這個也是可以一個 一個 approach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想分享或者討論 葉牧師 我都想一個見證 剛才呢 你初初分享 說你被聖年充滿那個男生 就是充滿了那個男生 想叫你按所謂的祈禱 你分享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偶像 因為我聽 那個不是男生 那個不是男生 那個是女生 那個是女生 是 不好意思 但是你分享的時候 然後呢 好像有那些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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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身體裏面 我覺得是 然後呢 你 再分享 一陣子 分享那個 去他的家 那個燈 被灭了兩個 我的下面呢 小腿呢 到上面呢 好像那個 好像充電 很暖的 往我身體往上 是啊 往上 那個呢 我馬上問主耶穌 主耶穌的意思是說 我問這個是什麼 就是那個能力 那個醫治 我的身體 有時候那個腿 就是不舒服 那個梁 有時候那些很痛的 他意思是說 他醫治了我 是啊 你剛剛分享這個 就是這兩個見證呢 我真的感覺到 經歷到 很真實 神呢 透過你的分享 來醫治 真是好好 好好啊 這個見證 我真是很感恩啊 是啊 多謝 多謝神 就是神 神會透過我們的話語 以及 當我們的心開的時候 有信心的時候 神就會 在那個時候 我們聽到一些見證 或者聽到一些信息 神就開我們的靈 讓我們經歷聖靈更多 這個就是 神的奇料 就是說有時候分享 就會有 不同的人經歷聖靈的 這個都是我很多次很多次的經歷 就是我真是 其實很多故事的 我可以分享 不過我 留一些其他時候分享 OK 還有沒有人有 問題想問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一點的 OK 那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我們就看下一點了 繼續看下去 就是說我們知道原來 聖靈的能力 是對於我們這麼大的幫助 好了 那第三呢 就是 親近神帶來能力 多讀經 親近神 愛慕神 深信神喜悅 我們親近祂 和從神得力 那 這裡我想說說就是 很多時候人親近神的時候 總是覺得 我不夠好 我不夠投入 我不夠放 就很多時候呢 就會 就是說自己做得不夠好 說自己做得不夠好 的時候就變了 一路祈禱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得力 那我們呢 是可以呢 就是一路親近神的時候呢 一路是相信神是 歡喜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當我們相信神歡喜的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 在祈禱的時候 立刻得力 就能夠更加 享受神 更加有神的能力 就是說呢 不要在親近神的時候 不要說自己 我不夠投入 而是說 我親近神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很欣賞的 神會加力給我的 那這種心態呢 是會有加倍的喜樂和力量的 因為實在太多人 經常跟我說 哎呀我還有些罪啊 我呢 還有些煩惱啊 我 祈禱不夠投入啊 這些都是真的 不過 神不是等到我們完美才會歡喜的 而是我們嘗試 就是我們一向已經是有這些問題的了 那現在我們嘗試得到幫助 神是很歡喜的 所以這一點呢 就是親近神的時候 所以 我加上這個 深信神 喜悅自己親近祂 和從神得力 神是很歡喜的 那當我們有這樣的信心的時候呢 我們就很容易經歷到神的同在 OK 好 那就約翰福音十五章五節 約翰福音十五章五節我讀 嗯哼 約翰福音十五章五節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知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麽 OK 這裏說到 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有兩樣東西發生是什麽發生的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呢 第一 神就會親近我們了 嗯哼 第二樣東西呢 我們可以靠著神能夠做 做事的 嗯哼 你將它轉了字眼 你將字眼轉了嗎 你說做事 嗯哼 我們能做什麽 我們能做任何事 哼 但是他的經文是怎麽說的 結果子 結果子 是啊 結果子 和做事是有分別的 我誤會了 因為我想說 因為來了我 你們不能做什麽 我想說相反 那我失去了那個多結果子 所以姊妹剛才就 說回那個多結果子出來 OK 好 多結果子 因為包括我們的生命的改變 包括 亦都是包括我們侍奉的果子 我們的整個生命的流露 即不是只做事的 那當然啦 沒有耶穌就不做到 即是來了耶穌就不能做到 好了 當我們償在耶穌裏面 耶穌都償在裡面 就會多結果子 那我想問問大家 中間會有什麽發生 為什麽會多結果子呢 就是說 怎麽樣會帶來結果子 有什麽原因呢 有什麽神的屬性 和祂的恩典 會讓我們明白 當我們償在耶穌裏面 耶穌償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會多結果子 是有什麽神的屬性 和祂的恩典 會帶來這個果效 我想大家思想一下這個經文 就是 爲什麽償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償在裡面 就會多結果子呢 爲什麽呢 因爲神有什麽本質 所以令到親近祂的人 就會有這些果子呢 這個問題是想問 爲什麽會多結果子 爲什麽 就是神有什麽本質 和恩典 令到我們多結果子 嗯 阿祂的本質是 祂愛我們 祂想給最好的我們 嗯 嗯 那 如果 神是 在我們裏面的話呢 那 祂會常常呢 提我們 啊 這樣做就好了 祂就喜悅了 這樣做呢 就不對了 那 如果我們順從祂的話呢 那我們的 就会被更新了 就会多结果子了 OK 好 你说了一部分 我想大家再想一下 神有什么质素 会令到亲近他的人 会多结果子 有什么质素呢 神的属性是能够改变 有改变的能力 恩典就是 我们可以得到自由 非常好 这个非常好 你说出他的恩典能够改变人 叫我们得自由 这个是其中一种果子 你说出一些质素 神的本质 还有没有呢 大家还有没有呢 我想大家去思想之后 我们时时都发掘 神的本质和他的恩典 为什么他发掘神的本质和恩典呢 当我们知道神原来是这么美好 他里面有这么多好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欢喜他 还有很有信心 他一定会大大祝福我们提醒我们 就不会是好像觉得 哎呀我做不到的 OK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idea 就是关于这方面的 就是 为什么 常在耶稣里面 他会多结果子 神有什么本质 和他的恩典 那么大家可以循玥 这样的方向去想的 就是比如一个人 耶稣说来了 他就不能够做什么了 好了 那么 耶稣在他里面又 为什么他会有结果子呢 就是有什么神有什么质素 会令到人会结果子呢 我觉得神的质素 耶稣有爱 还有那个真 OK 他有爱 我们尽量想 就是和这个有关的结果子有关 就是为什么会结果子呢 我觉得神的质素呢 就是圣灵九果那些 爱是第一啦 人爱嘛 还有人爱喜乐和平 恩赐良善 信实温柔哲制那些 那么 这些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本质 那么你跟他一起的时候 那么他就跟你分享生命 又可能是 对了 就是你有新的生命 或者发展了一些生命 那么如果你如此的话 那么你也会有这种果子 圣灵果子 其中一样是这样吧 是 非常好的 你先讲的就是 神有这个本质 你说出这个圣灵果子的本质 就是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赐良善 信实温柔哲制 神是有了这些本质的 所以当神住在人的心中 那个人就会产生这些本质出来了 OK 这个就是说到那个本性 就会有 圣灵的果子里面 因为神就是 充满着 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哲制 它里面装满了这些的 它流露出来的 所以当人增进它 就会流露出来了 这个一方面就是生命的果子 这样侍奉的果子 大家想想神有什么本质 就是我们跟那个侍奉的果子去想 神要产生这些果子 神会改变这些人 他需要有什么质素和因典 那些人才会改变呢 就是这样 随着这样的方向去想 有时候你说 哎呀想不到 不知道怎么想 你就这样想 神要有什么质素 令到人会改变 为什么那些人呢 会被神这样更新改变 比如大家有时候 你见到一些人 他很大改变的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改变 神有什么质素 OK 是 有没有人想说 刚才有个人可以开声 那个 即是 圣灵呢 透过我也是可以同意祈祷 他那个圣灵 那个 里面又感动 我现在在说神有什么本质 你就在说神感动你 但是神有什么本质 为什么 那个人住在耶稣里面呢 他就会多结这些果子 有什么本质在里面 我觉得是爱 OK 他会爱 有质 有质能 有力 有力 OK 付出写生 写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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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神会令到那些人肯付出 肯写己 这个也是其中一些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对的 就是神会不断 产生我们的改变 他也会产生那些人的改变 那些人会忽然间对于神很有兴趣 很有心 里面 立即好像改变了 整个人改变了 那 神需要什么质素才能够 令到那些人忽然间改变了 神是供应者 和医治者 神会供应他 医治他 更新他 所以他会改变 我刚刚说出的那个字 就是更新 神有这个能力 祂有这个本质 神在哪里 人就可以被更新了 就是好像 我们在圣灵聚会 忽然间 圣灵很大的临在 忽然间 人好像更新了 神就有这种更新生命的能力 所以当人去 亲近神尚在耶稣里面 神的更新能力 就会临到他身上 也会临到他服侍的人身上 他就会忽然间 经历到神的那种更新 即时就很 很愿意给神祝福 和更新改变 所以就会有这些果效了 大家能否拿到我的意思 就是神本质 他的本质是一个更新人生命的 他爱那些都是他的本质 他的爱临到人身上 就可以更新人 他的爱不仅是这样的 但他会改变人的 这个就是神的那种本质 即是他的本质 是有一种更新人生命的能力 去安慰人的能力 令到人改变的能力 整个人 就经历他之后 整个人都不同了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即是说一个人 当他经历圣灵的时候 神临到他身上 不一定是圣灵充满的 因为这个果子 是神可以透过 不是圣灵充满的人 或者圣灵充满的人 神都可以做事的 但圣灵充满的确实是更加强烈的 好像先有个姐妹分享 当我一直分享见证的时候 他一直感觉能力在他里面 这个就是透过我的见证 令到他有心灵激烈 圣灵就会在当时产生这种果效 即是说我们知道 原来神有这个更新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尝在他里面的时候 他这种更新的能力就会随着我们 当我们有时说的话 我们的行动 或者为人祈祷 就会令到有些人 整个人忽然间 都不知道为什么更新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见证 说那些人在报道会 忽然间就在流泪 很感动 忽然间就对神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有没有听过这些见证 有 是的 其实就是当一帮人在集体聚集的时候 一起宣讲神的话语 宣讲神的救恩 如果有很多人在祈祷 很渴慕神 神就 他的更新的能力就会来到他身上 因为神就是一个更新的神 所以呢 我们越有神的同在 我们就越有更新人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说话 会更新人的生命 我很感谢主的神使用我 在网上的影片 都有很多人回应 听完之后觉得很有帮助 所以有时我聚会 我不是想着在场的人 我是想着那些 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影片的人 都会得到帮助 那 就是说给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有一个这么大的资源 就是神的本质 神那种更新人的生命 他有很多方面的更新 他有医治 安慰 释放重担 趕逐邪灵 神的爱 临到他身上 这些全部都可以更新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以后 看到这个经文 常在他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了 就是他有这种 令到人结果子的能力 他令到人所做的事 是会有果效的 那我希望大家 就会 哇,真是好了 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 随着我们 我们有 神那么大的应许 我们可以 那么大 给神使用 所以我们越去亲爱神 和越去宣讲神的话 或者见证神的作为 神就会大大使用我 所以我呢 争取机会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争取机会 有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 神就可以使用 去更新人的生命 去拯救一些灵魂 我们也有机会 和人们分享 就是总是 争取这个机会 那譬如我们的聚会 我都邀请人去分享 我们就会即时 可以有些可以直播 或者迟些直播 等迟些放在网上 那就可以听到的人 得到更新改变 OK 大家听到有没有什么回应 就是说 原来神 有这种更新的能力 他很乐意给我们 当我们亲近他 这种能力 就会来到我们身上 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 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 非常好的事 圣灵是会更新我们 就是 自己都更新不了自己 没有一个人更新到我 我自己都更新不了自己 就是不能靠自己去更新 那我是 由于是圣灵感动 才改变 嗯哼 是 感谢主 就是圣灵如何感动 你改变 嗯 譬如我 很简短 我未信主的时候 我就想着去听个报道会 想着笑一下 那我之前还在笑着 什么叫圣灵的感动 你自己感动 就是我自己的心 那怎么知道 在会分一个星期 我就在个报道会那里 就是唱一首诗歌 那我就听到 我心里面有一把声 跟我说 说你是有福的 那这把声呢 是在我心里面 出来的 不是周围 因为那时候好像在会展 总之 几千人的 如果有个人要这样跟我说 要去喊出来 但是那把声 不是喊出来 是在我心里面 很 很迟长地说出来 那我听到之后 立刻 爆哭 哭 就是 差点跪了到地 就是这样 那我就 原来神 是会知道我 这些想法 然后他用这个 这么超前的方法 告诉我 圣灵的感动就是这样 我就改变了 开始 那非常好 就是神就在个报道会 在你的内心 我刚才跟你说话 令到你呢 就 你那时候的感觉是怎样 那个经历是怎样 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 我的感觉好像是 原来我是被爱 我 那个爱 那个爱 是我从来 没有人敢给过我 我自己 都没有那么爱自己 是 那个爱 是 很大 很难形容 很感动 非常好 非常好 你这个真的 应该 整个影片 你这个经历 真的应该整个影片 去形容 喂 好 我可以录先录音 给你 你帮我 撿一撿 请牧师帮我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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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看到 圣灵 那种改变人的能力 我们就说 神你真是好 原来神你临在 就会有这么奇妙的事 发生的 那我们就希望 我们个个都 整天都 想回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作见证 就是 你曾经生命 怎样被神更新了 你就去分享 说给别人听 那这个是会影响人的 OK 好 那我们就 今晚到这里为止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求主 叫我们珍惜 我们有这些经历 珍惜圣灵 会这样 在我们里面更新 我们是一个 非常美丽的工作 就是神 很美丽的工作 就是他会这样 更新我们 OK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常在你里面 你就常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因为你有更新人的能力 你能够将人 整个人 改变 本来是死在最恶过犯之中的 神可以叫人 即时 活过来 有新的生命 是真的美好的 我们就欣赏你的工作 欣赏神 如何更新我们 我们欣赏神 那种真实的工作 更新人的工作 因为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 是带给人很多 劳苦 仇烦 很多不开心的 事 但是呢 当神更新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 可以觉得被爱 是可以整个人 不同了 是很满足 很喜乐 很得到神各方面的恩典 我们多谢赞美你 求主帮助我们 时时感谢神这个大恩 也时时亲近你 让你的灵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求主的灵 临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的心灵 深处感激你 让你更多活在我们的生命中 你的更新大能 每日更新我们 让我们日日进步 日日呢 将自己钉死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然后活着的是 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就这个基督的大能 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多谢天父 求主 施恩 帮助我们感激你 享受你 欢喜你 又知道呢 我们一亲近你 你就欢迎到不得了 我们就真的有 从神而来的能力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